電價到底會不會漲呢 習政院預定 七月就要把新版電價公式草案 提報立法院審議 而根據台電研擬的草案 未來電價將在每年的十月一號調整 不過草案中 並沒有納入天花板上限機制 電價將全數反映 燃料成本的漲跌幅 到底能否通過立院真一關 人多變數 學者也建議政府 應該早日的定出合理電價公式 還有機制 經濟部預定 十月調漲電價 但今年景氣復蘇 未如預期 電價動漲升四期 不過有學者表示 當前電價不能反映成本 確實有調漲的必要 電價要合理的反映成本 這個是必須的 電價不應該補貼 台電累積虧損 接近2000億 希望調漲電價又怕惹民怨 學者認為問題不是漲 而是沒有機制 未來因擬定計畫 才不會漲的民眾措手不及 訊息的公布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我可能每個月 或者是每一個季 我都做我的電價的成本 這種變動 因為我們以前台電都認為這是機密 其實你既然要跟民眾收費 要跟他說這是合理的 你一定要告訴他 這個電價 這個電價 我每個月每一個季 或者我每一週 我的成本是多少 學者認為 政府應該早日訂出 合理的電價公式和機制 才能應付未來的挑戰 民眾更希望台電能夠 檢討經營成本 並出不必要的開支 才能讓電價更合理 DUDN TV 陳新文 戴君寅 台北報導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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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